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每年这个时候总会有那么一拨人 借着孝顺的名义给爸妈换上新的旧手机 这样呢在下单新iPhone的时候心就会那么的痛 今年的iPhone13系列卖点出了颜色和电影效果模式以外呢 苹果终于终于愿意把价格降下来了 但是这次的升级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是不是属于听起来 用起来并感觉不到或者是根本就不care呢 在今天早上你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就是昨天早上了 iPhone13刚刚到手以后呢我有了答案 我们先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拍照 iPhone13很好地继承了苹果家族祖传的1200万像素摄像头 拥有一颗广角一颗超广角的双摄系统 在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跟两年前的iPhone11我们对比一下出片效果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夜晚不放大看相信大家也猜不出来 哪张是iPhone11拍的哪张是iPhone13拍的 毕竟连鬼影都 在国产品牌疯狂堆积摄影参数的时候 酷克这个老精灵鬼啊 他已经偷偷摸摸地转换了赛道 来到了视频领域 从iPhoneXR的高动态范围视频就已经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直到去年iPhone12的杜比世界 苹果已经是跟别的手机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本期视频呢全部都是用iPhone13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强的很 这次iPhone13直接利用算法模拟出了专业摄像机才有的前景深效果 甚至可以自动识别 并根据画面主题的变化来转换焦点 更厉害的是 他后期可以再次调整焦点的位置 听起来是不是距离宫 人人都是生活的导演的未来又进了一步呢 但是对我来说 使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无非就是记录一下日常生活的片段 那目前呢这个功能还并不完美 甚至称不上好用 焦点切换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度错感 只支持1080P30帧 不断乱跳的白平衡 那这就意味着现阶段这个功能 估计就只能拿来跟朋友娱乐娱乐吧 得等等 看看后面我长期使用的时候 用它的频率才会知道 现在这个结论有没有打自己的脸 这么多年以来 苹果60Hz的刷新率 对于我这个不怎么玩游戏的人来说 基本上算是没有什么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没有入手 iPhone 13 Pro的原因 嗯 绝对不是因为穷 这台iPhone 13呢 我是今天11点左右收到的 收到的时候 开机的电量是74% 在这大半天内 我拿它进行了高强度的拍摄 拍摄了很多的素材 你们看到的素材都是今天拍的 那现在拍摄的时候呢 是看一下时间啊 是5点下午的5点38分 电量还剩39% 但其实我自己的电量焦虑 早就已经被iPhone折磨好了 再加上现在共享充电宝真的越来越贵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样 长时间出门的情况下 随身一定会带充电宝 包包重一点就重一点吧 还能锻炼身体呢 节约下来的充电宝钱还可以是不是的喝一杯奶茶 话说大家有没有发现 苹果这么多年以来 依旧是喜欢在颜色上面搞事情 在那个人人砍破头去抢土豪金玫瑰金的时代 不少人都尝到了甜头 虽然这些颜色在现在看来 真的成为土的代名词 充满了历史感 但是苹果在搞颜色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的iPhone 13的配色呢 取消了12的紫色和薄荷绿 新增了一个猛蓝粉 原本都有的黑白红蓝 四个颜色也做了一定的调整 比如说眼前的黑不是黑 而是深深的蓝 反正就是外观看不出来是新手机 那在颜色上一定满足你做到一眼睛 好在苹果不是特斯拉 换个颜色还得加8000 彰显自己尊贵的身份 聊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 到底要不要升级iPhone 13呢 总体来说 13和12相比 它升级的点其实并不明显 也并不是普通用户都会用得到 都可以用得很好的功能 所以除非你一定要追求最新款 那么12的用户 甚至是11的用户 都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升级 如果你真的想买iPhone 13 并且恰好在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之间 纠结排华还没下单的话 可以点个关注 我后面会出详细的这两者之间的对比视频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 点赞 评论 收藏 转发 以及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Bye 你自己已经换了13跑这来劝我们别买 嗨 还不是为了做视频吗 我跟着等下期再见